女人只是在沙发上睡了一觉 没过多久 竟然怀孕了 还生出一个可爱的小宝宝 半年后 凯迪发现瑞琪的背上竟然红肿 这可如何是好 又过了几天 姐姐发现瑞琪不见了 母亲赶到婴儿床 发现一滩血迹 而母亲却责怪姐姐没有照顾好弟弟 母亲好像听见了什么声音 于是两人趴在地上找了起来 可当姐姐抬头的一瞬间 竟然看见不可思议的婴儿 弟弟瑞琪竟然爬到了柜子上 她到底是怎么爬上去的 就连自己的姐姐 都够不着自己的弟弟 母亲见状把手伸了过去 可瑞琪却一不小心从柜子上掉了下来 把在场的两人给吓坏了 而姐姐发现弟弟的背上长出奇怪的东西 母亲蹲下一看 竟然是一对鸡翅膀 而弟弟摔在地上竟然毫发无伤 母亲抱起瑞琪 只看见那对鸡翅在扑琳扑琳地拍打 可看着瑞琪满身血迹 母亲决定给瑞琪洗个澡 他们洗掉了瑞琪身上的污渍 随后他们竟然把瑞琪关进了笼子里 这么做只是为了保护瑞琪 母女俩每天细心照料着瑞琪 时不时还用尺子测量翅膀的生长速度 母女俩为了保护瑞琪 决定守住这个秘密 婴儿的背上竟然长出一对鸡翅膀 晚上她的翅膀开始发生变化 翅膀上开始长出稚嫩的羽毛 整整一个晚上 她翅膀上的羽毛已经长出许多 母亲和女儿惊奇地发现 雨衣未封的瑞琪已经开始学习飞行 他们给瑞琪佩戴了安全措施 让小宝宝在屋内尽情地飞翔 瑞琪摔了下来 但还好只是翅膀擦伤 自从家里迎来了这位小天使 他们买的彩票竟然离奇地中了大奖 为了庆祝 海迪带着姐弟来到超市改善一下生活 他们把瑞琪放在了购物车便去购物去了 可谁知当他们回来的时候 却发现瑞琪不见了 地上只有一件包住翅膀的外套 他抬头一看 坏了 这下瞒不住了 底下的观众全部都看呆了 电源看见这一幕立马抱了紧 还有观众举起手机拍照发朋友圈 最逗的还是这位大爷 凯迪怕孩子出现意外 因为瑞琪飞得太高 超市动用了大量的保安 可瑞琪飞得太高根本就抓不住 最后凯迪建议把灯都关掉 只留下一盏灯 因为瑞琪是一个追光少女 没一会瑞琪就被抓住 还被强行地送进医院 医生见到瑞琪也惊呆了 他说他从没见过这样的情况 如果不早点动手术割掉翅膀 你儿子可能随时都会飞走 而凯迪果断拒绝了医生的建议 他担心自己的孩子 成为科学研究的小白鼠 这个小宝宝刚出生没多久 背上竟然就长出了一对鸡翅 而医生告诉他 如果不把翅膀割掉 可能随时都会飞走 而凯迪拒绝了医生的建议 妈妈抱着瑞琪准备离开医院 可医院门口早已挤满了记者 开起闪光灯就是一顿乱拍 逼得一家三口 只能在医生的掩护下 从紧急出口离开 可当他们回到家门口 就被凑热闹的邻居围堵 紧接着又是另一波记者冲了过来 场面十分混乱 他们好不容易回到家 电视里播放的 也是关于瑞琪的新闻 甚至还有一个邻居被采访时这样说 眼看着瑞琪的翅膀越长越大 会在飞行时不小心撞伤自己 于是丈夫想出一个好方法 那就是接受记者的采访 从中还能捞一笔钱财 买一栋大大的别墅 等风波一过去 我们就能过上风平浪静的生活 谈好价钱后 记者们如约而至 他们在瑞琪的腿上绑上绳子 就像放风筝一样 让瑞琪在天空飞翔 可意外却出现了 凯蒂不小心放开了绳子 瑞琪头也不回地飞向天空 大批的记者追了过去 他们追到一个湖面 眼看着瑞琪就要掉进湖中 还好在关键时刻又飞了起来 凯蒂大声地呼喊儿子快点回来 可瑞琪却越飞越高 最后消失在众人的视线里 从此之后 凯蒂每天都会来到湖边等待 等了很久很久 都没等到瑞琪归来 伤心欲绝的凯蒂 脱掉了自己的外套和鞋子 缓缓地走向了湖中央 就当湖水快要没过头的时候 她终于等到了自己的儿子瑞琪 好像你增长了 你平时快要小姐 你驚上的肌 然后你步生 你平时快要去 你不应该 你不应该 我说的 你不应该 你不应该 不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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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蒂恳请瑞奇能留在自己的身边 可瑞奇并没有留下来 她扑腾几下翅膀再次飞走了 此时的凯蒂终于想通了 或许天空才是她最好的归宿